飞铁说 即使从未如此性感 飞铁一分钟 每周一日周五更新 老板都喜欢卖力工作的员工 想生日加薪 又不想整天略成狗 就得知道怎么假装努力在工作 一 把自己办公桌摆满 弄乱点 摆出一副 老子忙得要死 跟本门口收拾桌子的假象 二 盯着电脑屏幕 表情一定要严肃 手指假装无意识的敲桌子 反处在沉思的驾驶 经常动动鼠标 敲键盘速度要快 那也别弄太大动静 不然装过头了 就会像个神经 三 老板同事突然叫你 要先假装懵一秒 你一码 难干活实在太图露 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啊 四 走段时间起来喝杯咖啡 或者抽黑烟 假装是累了得提提神 谁他妈在那忙一整天 还不消息 五 下班前还要跟同事抱怨几句 可音度更高 比如 今天真那么累 我去 怎么老子总是犯到最麻烦的 假装努力工作 也不妨碍老子上班听歌 买个若饰式的隐形蓝牙耳机 知道耳朵里 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扫码观众飞天说 微博微信 甚至加薪 不是梦 老子天天被一对妹子围着 都没法好好敲代码了 动画达人 自画大牛 以及所有人爱飞天说的哥们 赶紧过来拯救老子 给飞天说官方微信 发送招聘二字 了解招聘详情 中断小天的职位等你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